2013年的夏天 我和她初次见面 我觉得她美得就像是 蒙娜丽莎的画卷 我很穷在CS店里洗车 所以没有自信还非常苦涩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表白在她开的花店 没想到我们居然真的牵起了手 我兴奋到一夜未眠 之后常常见面 下班后相拥在中央公园 为了给她买Cucci 我吃了半个月的泡面 我的钱包空空如也 我就是个花钱机器 有天我试着解开她的拉链 她却说 人家还没考虑清楚 然后就打断了我的进度 OK 反正我也不是那种深处 我也想跟她有个美好明天 并且能够让她一生幸福 但你猜怎么着 从那以后她开始对我到处提防 甚至她的闺蜜看我的眼神和看猥亵者也没有两样 每次我的小破车降到了一档 我都感觉她想从副驾驶跳出去 去寻找她的王子梦想 为什么我的生活总是那么坎坷 东部爱情永远会在关键时刻翻车 为什么我的生活总是那么坎坷 我是飞上大场 看见女生就会贪客 好在我们的关系现在越来越亲密 虽然她总是在找各种理由来与我远离 我注意到她朋友圈里面从来就没有关于我的任何信息 唯一的合照我和她离得远的就像是她的远房家企 有次我们在公园里面玩碰碰车 她竟然从头到尾都在碰着墙角里的那个帅哥 帅哥是个混血 眼睛蓝的就像是大海的颜色 有着飘逸的长发 以及棱角分明的前额 说真的就算我是女的 我也会爱上她 所以我和她进行了一顿拉扯 就把她扛回了家 伴着我提早准备的红酒 玫瑰以及火烛 我想现在已经足够能够成为情到深处 我发自内心想要一辈子好好对待我的公主 我从窗头柜里掏出大象 准备开始兴风作浪 我还没有看见方向就中了一击巴掌 你不要碰我 你这个恋人做我的渣男就会撒谎 为什么我的生活总是那么坎坷 丰富爱情永远会在关键时刻搬车 为什么我的生活总是那么坎坷 我是对象大象 看见女生就会坎坷 我是发了 于是我莫名其妙地失去了这段感情 我心都快碎了 眼泪流得像只喷水的蓝金 每天喝着五块钱的白酒 在排档坐着自我反省 一想起她要独自面对生活 我就为她感到担心 此时微风中飘来了熟悉的香水味道 我看见她在对面的墙椅上和碰碰撤的帅哥嘴角贴着嘴角 才和老子分手一天你就有了新的目标 我气得无能剁脚往嘴里塞了一斤剁胶 他们两个人就这样相拥进了隔壁宾馆 我讨厌今晚反胃 且感到灵魂被人侵犯 帅哥包里掉出了一盒大象 他还捡起来帮他塞毁背包里面笑得就像是在原地发浪 我打电话给他闺蜜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闺蜜支支吾吾地说之前 一直在对我眼神暗示 我的哥 你这么久都没有发现 你也算是一个战士 你将往半年的女朋友是男的 而且后天生日 为什么 我的生活总是那么堪格 丰富爱情永远会在关键时刻翻车 为什么 我的生活总是那么堪格 我是背上大墙 看见女生就会忐忑 为什么 我的生活总是那么堪格 丰富爱情永远会在关键时刻翻车 为什么 我的生活总是那么堪格 我是背上大墙 看见女生就会忐忑 天童